白话西游记第37回屯国招亲冯玉兔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 唐僧师徒趁寺内的僧人还在睡觉的时候 就悄悄起来收拾行李 开了山门 找路走了 他们参风露宿 一直走了半个月 一天傍晚 他们师徒正准备投诉 就看见前面有一座大寺院 山门上写着豆大的几个金字 不经缠寺 山门下面挤满了挑单的 推车的 背包的 各种行人 他们意见唐僧师徒走来 立刻让出了一条道路 直到金刚殿前 一位老和尚从里面走出来迎接 唐僧赶紧失礼 抱上了自己的来历 老和尚听完后 说 请高僧到室内喝茶 吃饭 唐僧问老和尚 为什么山门前有那么多的客商 老和尚回答说 在前面的白角山下 有一座鸡鸣关 这几年经常有蜈蚣出现 挡在路上咬伤行人 只有在天亮鸡轿的时候 蜈蚣躲开了 行人才敢过关 这时老和尚便邀四人先进斋饭 斋饭用壁 上贤月升起来了 唐僧让孙悟空陪着在月光下散步 这时院主在一个小和尚的陪伴下 来看望唐僧 他俩说了一会儿话后 院主就建议唐僧去看看 曾经请佛奖金的地方 唐僧和孙悟空很高兴地同意了 院主就让小和尚打开后门 三个人走了进去 走到石台上 唐僧觉得有些累了 就坐下来休息 忽然听见一阵娇滴滴的女子哭声 唐僧问 是什么人在哭 院主把小和尚叫到门外站着 然后对着唐僧跪下去 唐僧赶忙掺起他 问老院主为什么要行此大礼 院主这时才说明了事情的原因 去年这天的晚上 老院主忽然听到一阵风响 接着就又传来了一阵伤心的哭声 于是老院主找到后院 看见门外面坐着一个女子 就问她的来历 那个女子说 我是天竺国的公主 正在月光下赏花 被风吹到这儿来了 院主分不清真假 就把她锁到一间空房里 院主又怕少女在寺院中有些不方便 就把空房用砖头气死 只留下一个能地范进去的小洞 和尚们来问 院主就撒谎说 这是一个妖怪 被我捆住了 那个女子完全明白院主的意思 就装疯卖傻 白天说一些胡话 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想爹娘 偷着哭泣 院主进城打听了几次 都说公主在宫中并没有走失 院主讲到这里 就又对唐僧拜祷 说如今幸好禅师来到这个地方 希望能见到国王讲明情况 救助善良的好人 唐僧和孙悟空都表示 愿意做这件事 这时天已经快亮了 三个人各自到房里休息去了 第二天鸡叫的时候 山门下的客商们开始忙着点灯做饭 唐僧师徒也连忙起床收拾他们的行李 吃完早饭 跟寺里的和尚道了谢 就告辞上路了 他们和客商一起到了鸡鸣关前 这时天快亮了 可是大家依然觉得冷风席人 阴气不散 让人感到胆战心惊 他们走进天竺国皇城 看见有一个驿馆 就走进去 驿馆的官员问清楚了唐僧的来历和去向 当他听说唐僧要面见国王 捣唤文碟时 告诉他们说 你们来得正好 今天公主在十字街头抛锈球招驸马 国王还在宫殿之上等着 没有退朝呢 孙悟空陪着唐僧一起到宫殿上交换文碟 出了驿馆 只见大姐小巷全都挤满了人 吵吵闹闹地去看公主抛锈球 孙悟空要跟着去看 唐僧不肯 悟空就说 到彩楼就能看见公主 就可以分辨出真假了 况且皇帝等着公主的喜报 又怎么肯理会朝中的事情呢 唐僧这才答应了 两人随着人潮挤到彩楼的前面 原来这个公主是妖精变化的 她知道唐僧取经一定经过天竺国 所以就用法术赶走了真公主 又假说她要抛锈球招驸马 想和唐僧成亲 要取走唐僧身体里的原洋真气 练到成仙 她早就等着唐僧了 假公主见唐僧来到彩楼下 就把锈球一抛 不偏不斜 正好落在唐僧的头上 楼上的宫女都喊 打着和尚 那些专门来接绣球的王孙子弟 一拥而上响 抢绣球 孙悟空大喊了一声 一下子长成了三丈多高的巨人 众人吓得四散而逃 孙悟空恢复了本来的样子 看见宫女 太监来参拜唐僧 说 引请贵人到宫殿上贺喜 唐僧埋怨孙悟孙悟空 不应该捉弄师父 孙悟空贴在唐僧的耳朵上 悄悄说了几句话 最后说 这招叫做一婚降妖计 你只要给国王说个明白 照徒弟们入宫 到时我自然有办法 唐僧被宫女 太监们拥上了宫殿 连忙把自己的来历告诉了国王 请求国王给他捣唤光纹 放他去西天取经 国王本来也想放了唐僧 可是假公主就是不答应 国王只好传下圣旨 选择一个好日子 给公主和唐僧他们两人 举行结婚大典 唐僧没有办法 想起了孙悟空的话 就叩头奏明国王 我的三个徒弟还在驿馆 希望陛下把他们叫来 倒换了公文 我再嘱咐他们几句话 让他们早点去取经 国王同意了唐僧的起奏 当时就命令内侍 去叫孙悟空他们三人上殿 过了一会儿 孙悟空 猪八戒 沙僧来到了金殿上 国王看他们三个人相貌丑陋 心里很害怕 壮着胆子让他们报清来历 三个人报出齐天大圣 天鹏元帅 卷连将军的来历后 国王慌忙从龙床上下来 连声称呼他们是神仙亲眷 国王就命令当驾官打扫干净御花园的亭台楼阁 请驸马和三位高徒去休息 唐僧移到御花园里的住处 看到旁边没有人 就责被孙悟空说 惹出了这样的事 怎么办呢 孙悟空说 国王脸上有阴暗的颜色 但是还没有看见公主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高兴了好几天 结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国王满心欢喜 他正打算去御花园看望驸马 后宫的太监匆匆跑来起奏说 郑公娘娘请皇上过去 国王马上赶到昭阳宫 原来 贾公主害怕在婚礼上见到孙悟空 识破她的原形 就说害怕他们长得丑陋 让国王打发他们走 孙悟空早就想到了 所以就在当嫁官和一智司来请他们时 他们就收拾好了行李 马匹 一直走到宫殿的台阶下 国王让孙悟空他们三人走到跟前说 把你们的官文拿上来 我把官印盖宝花丫交给你们 而且我还准备了许多路费 送你们早点上路 去灵山参见真佛 孙悟空不要那些金银 只是拿过了光纹 转身就要走 吓得唐僧赶紧拉住孙悟空 孙悟空捏着师父的手掌 又使了一个眼色 唐僧虽不放心 但也只好松开了手 三个人走到金殿下 猪八戒不停地回头看师父 问悟空说 我们真的要走吗 孙悟空一句话也不说 带着猪八戒和沙僧来到了驿馆 说 你们两个在这等着 既不要出去 也不要和我说话 我去保护师父了 说完拔了根毫毛 变个假悟空留在驿馆 而他自己便做了一只蜜蜂 翁翁地飞回到金殿去找师父了 孙悟空落到唐僧的帽檐上面 轻轻地叫 师父 我回来了 唐僧听到后 松了口气 过了没多久 公官来请唐僧去会亲 国王心里高兴极了 就带着驸马一起去公主的住处 让唐僧和公主两人见见面 孙悟空盯在唐僧的帽檐上 也跟着进到里面 国王一进宫 娘娘和公主都赶紧出 出来迎接 孙悟空看见公主头顶上 微微露着妖气 但不是那么凶恶 就爬进唐僧耳边 小声说 师父 公主是个假的 等我现身出来 捉住这个妖精 唐僧赶忙说 不可以 千万不要吓坏了国王和王后 孙悟空当然听不进去 他大喊了一声 献出了原样 抓住假公主大声地骂 妖怪 你在这里弄假成真的 享受荣华富贵 还不知道满足 竟然欺骗我师父 要破坏他的纯阳真气 顿时 国王 后妃 宫女们被吓得一起又哭又叫 东躲西藏 乱成一团 那个妖精看 已经被孙悟空识破了 挣脱了孙悟空的手 扔下身上的一些事物 跑到玉花园里的土地庙里 拿出了一根短棒子来打孙悟空 两个人从地上一直打到空中 吓得全城百姓 文武百官们胆战心惊 唐僧告诉国王说 这个公主是个假的 孙悟空和妖精打斗了半天 也分不出胜负 就把金箍棒扔了起来 叫了一声便 金箍棒一变石 石变百 百变千 在半空中好像蟒蛇一样 在不停地游滚 围着妖精乱打 妖精这下手忙脚乱了 他变成一道清风 向九重云霄逃去 孙悟空把金箍棒收回 追赶妖精去了 孙悟空的金斗云比妖精还快 他赶到妖精的前面 挡住他的去路 妖精又与孙悟空打到了一起 他们打斗了十几个回合 妖精想溜 就一晃身 变成一道金光 朝正南方向逃走了 孙悟空追到一座大山前面 妖精收住了金光 就找不到他了 孙悟空害怕妖精脱身后 又回到天竺国去伤害师父 就看清了这座山的形状 驾着云又返回了天竺国 降落到皇宫里 他看见师父安然无恙 就回到驿馆 叫来了猪八戒和沙僧 要他们好好保护师父 然后就又翻上金斗云 转回到山里寻找妖精去了 孙悟空来到那座大山前面 找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找到妖精的踪迹 就念起真言 叫来了土地 山神 问他们山上有没有妖精 两位神仙告诉悟空 这是毛影山 山上只有三个兔子洞 没有妖精 孙悟空就让两位神仙 带他到三个兔子洞那儿去找找 他们一直走到山顶 发现了一个大洞 用两块大石头把洞门堵住了 孙悟空取出了金箍棒 砸碎了堵在门口的石头 一看妖精果然藏在洞里 那个妖精猛地跳了出来 一边和孙悟空打 一边骂土地和山神说 谁让你们带他来 一会儿我在找你们算账 他们又打了十几个回合 那个妖精支撑不住了 孙悟空挥棒正要往下打 突然听到九重云霄上 有人大声喊 大圣 请棒下留情 别打死他 孙悟空回头一看 原来是太阴新君和嫦娥仙子来了 原来这个妖精 竟是广寒宫里导仙药的玉兔 太阴新君告诉孙悟空说 天竺国的公主 原先是月宫中的一名素娥 因为想念樊臣就下界投生 他曾经打过玉兔议长 玉兔记仇 去年把素娥抛到荒野受苦 孙悟空恨玉兔差一点破坏了师父的原杨 举帮要打 太阴新君不断地向他求饶 孙悟空只好勉强答应了 孙悟空说 饶了他可以 可是你要让他献出原形 到天竺国让国王看看 太阴新君当时就用手朝玉兔一指 玉兔就显出了原形 孙悟空看见非常高兴 他带着太阴新君 嫦娥仙子和玉兔一起乘着皎洁的星月 驾着五彩祥云 朝天竺国去了 国王和唐僧他们都在御花园里 等着孙悟空捉腰回来 忽然抬头看见正南天上 有一片美丽的彩霞 又听见孙悟空在空中大声喊 天竺国王陛下 你们都来看看 这两位神仙是太阴新君和嫦娥仙子 这个玉兔就是赶跑真公主后 变化的假公主 大家看见了都赶忙对着夜空跪倒叩拜 孙悟空降落了云头 回到金殿前面 太阴新君 嫦娥仙子带着玉兔镜 自回月宫去了 国王感谢了悟空后问他 那我的真公主现在在哪呢 孙悟空说 你的真公主现在在不经禅寺里 等到明天 我带你去找真公主回来 第二天一早国王就传圣 是东西二宫守殿 掌朝太师为国 我要和正公娘娘带领文武百官和四位神僧去不经禅寺 把公主迎回来 没用多久 皇上他们来到了不经禅寺 院主带着国王来到了后院的破屋跟前 那个公主看见有人过来 就又装起疯了 国王命令院主打开门 皇后认出里面关的就是公主 顾不得他身上的污秽 一把搂住公主 大哭起来 国王命令宫女给公主沐浴更衣后 先感谢了唐僧师徒的救命之恩 又谢了院主供养之情 封院主做报国僧官 传旨重修寺院 国王回到宫殿以后 摆设宴席感谢唐僧师徒 还要为他们画像供奉 孙悟空说 嗨 不用了 不经寺的白角山里 最近有一些蜈蚣挡在路上伤人 国王如果能选一千只公鸡放到山上 吃了蜈蚣 方便商客 这不比画像供奉墙上百倍吗 国王非常高兴 当时就下旨选了一千只大公鸡放到山里 那些蜈蚣一见到公鸡 全都成了直棍 任机逐吃 只一天时间 白角山的大小蜈蚣 全被公鸡吃光了 国王将白角山改为宝华山 第二天 国王叫来画师 画下了唐僧师徒的容貌 供奉在华仪阁上 又叫公主穿戴整齐 出来拜谢唐僧师徒的救难之恩 唐僧告辞了国王 又要向西天取亲去了 国王让唐僧坐上他的车子 派官员送他们一段路程 皇后 妃子及臣民们都来叩谢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没有关注 也就像独立了 台课